Hello 各位漫迷早晨 為何今天又見到我呢? 已經出了一條影片 無故又出了一條呢? 事緣就是這樣的 我看到一個報導 都頗為重要的 關注我們其中一個 傳聞中的傳會球員 葡萄牙的葡萄仔 由於見到一宗傳聞 令到有一個傳聞 傳聞可能已經在 星期一就會發生 所以立即第一時間 跟大家報導 事緣我見到有一個報導 就叫做Sport Witness 是一個網站的報導 就說其實我們這個 葡萄牙的葡萄仔 最快在星期一 已經可以來我們那裡簽約 為何這樣說呢? 原來事緣就是 葡萄牙波圖這個球會 在葡萄牙是一間上市公司 如果有一些這麼大 對於這個公司的股票價格 有一個大的消息的話 或者他們要公佈出來的 在那個葡萄牙的證監會 所以我相信 可能有些相關的人士 就已經預備著這份 這樣的檔案 可能就有這樣的消息 漏出來 他沒有說到的 其實他的消息來源 就是一份葡萄牙的報紙 叫A.Barbola 我也去了看這份 葡萄牙的報章 當然我不懂葡文 唯有運用Google大臣 的Google Translate 這樣翻譯了 基本上說的都跟他們說的 是相似的 但是沒有一個消息來源 就是說不能夠證實 是否有一些幫忙 做這份文件的朋友 爆料出來 但是既然說得這麼實在 我相信這個可信性 我相信都相當大 我亦都特意去了 這個葡萄牙證監會 公佈的那個 公佈的那個 系統那裏看 暫時都沒有這宗資訊 但是如果有的話 即是說 在這個網頁那裏 我們就會看到這宗資訊 可能同步 波圖就會乘機宣佈 達羅仔加問我們 這樣 由於說得這麼實在 也都這麼一些 這麼重要的資訊 都說出來的話 我個人相信這個 達羅仔這宗 這樣的寸會 發生的機會 就相當相當之大 那麼最快的時間 可能就是星期一 這個葡萄牙證監會 開工之後 他們入了這些文件的話 葡萄牙的波圖 那方面就可以公佈了 這個暫時這一刻 星期日來說 還是估計 所以我們 曼聯金國下季的第一籤 很有可能 在明天 星期一 葡萄牙的早上 即是我們的下午 就會宣佈 即管看看這個報道 對不對 由於這個時間性都相當重要 所以我都特地做多一條片 今天給大家看 記得大家 有些朋友 很緊張曼聯的轉會 就分享這條片 那些細節都非常精準 所以可信性 相對來說 就比較高 OK 那今天的報道完畢了 明天再和大家 討論 提提大家 明晚也會有 和 Bosco和 Ken做的 世界杯的前瞻 OK 明天再見 拜拜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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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